猜一猜一说一说一只美股 就是刚才提过Tesla Queenie就想问 她做了成Andy 她说她小朋友三岁 想现在开始帮她买一股美股给她 可能是每个 她意思是打漏了每个月 总之说可能逐点帮她租股票 因为小朋友喜欢车 她认识Tesla 三岁小朋友 她说什么位买Tesla 作为一个收集比较好 长远又怎样看呢? 这样说 我不知道她的朋友是否有跟随 因为我自己有帮小朋友 也是这样做的 如果她存的角度 其实我不会特别去想 什么价位好 有些人喜欢每个月 有些人喜欢每季去存 因为原来小朋友 都是差不多岁数 我相信都是存远一点的时间 所以你的平均成本 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 令到你不会去想一个短期价格波动 令到你只看这间公司的长远发展 所以其实价格是不应该过分的紧张 如果是在初期的阶段 第二就是说回Tesla的自身 可能我认为未必有个短期价格 其实Tesla 买一只Tesla 你不是买只是车行的 其实不是只是买新能源车 而是你只是买 我只是说它的财务报表 不要说我后面怎么看它 你只是看财务报表 你看到它是买一个新能源 即是说太阳能业务的板块 因为其实它是Solar Roof 它后面的power wall很厉害 而第三 它其实已经在财务报表里 将它一个大型的power wall 即是放在家里的 已经视为了Utilities 即是公用事业 所以其实你买一家Tesla 我只是说最表面 大家现在在财务报表 看到的东西 就起码看到这三个行业的发展 而且其实就是这三样东西 其实就是配合到我们 经常都说一个叫新能源升级 新能源升级很概括说的 就是说自卫电网 自卫电网就是好像刚才说的 Power wall的草电 太阳能的东西 第二 就是一个叫做发电的 就是太阳能 第三 就是说新能源车的发展 很明显Tesla 其实它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再重提 但是最少希望这样一听 你会听到原来这么正的 但是最后 如果你真的想开个漂亮点的头 就是第一次想漂亮点的 那你可能就要忍一忍 就是等它出了业绩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Tesla令到大家觉得它那个业绩上面 即是一个股价有些收押 有两个隐忧的 一大家很害怕 究竟 因为Elon Musk之前是这样说很多不同的数码货币 是的 那些人很想看究竟过去这一季 Bitcoin跌了这么多 究竟对Tesla这一方面的财务 是否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 第二 就是其实 大家会很想看到 究竟它在内地的销程 是否真的会拖累到它的交付量很多 那 后者其实我们不是这么担心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 上海的厂不仅是做给内地的销售 其实是打进去欧洲的暂时 还有未来年底 应该第四季 开始很多工厂会出来 时间关系 不说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想真的要因的 不是因价位 是因的时间性 就是等待它的业绩 嗯 Kweeney还有一个问题 她说有没有机会上一千元 Tesla 长远来的 我觉得有的 是的 甚至一千元都是大家计算的数 是的 反而有些计算不到的数 就是之前我们说 究竟它会不会和不同的姐妹公司 有很多相互呢 究竟Starlink是否对它来说 就是星链 会有一个很大的情况 甚至我们其实是觉得 如果Tesla自己自身的 车载保险的业务 真的正式推出 更加多地方去应用呢 其实 因为我以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有接触车的保险 那我知道 它要赢的就是赢数据 以及赢它的车 自己的质量 那些东西 还有些因素 那些是它的质量 当它正式推行的话 那变成了 其实一千元是一个 我会说一个比较短期 对我来说 短期的 对Tesla的幻想的价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